耳闻泛音清流 眼观禅画妙境 体会格言义趣 验证生活授意 字字流露自信 句句智慧结晶 进入自我正觉 悟出人生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人言 有些人往往认为 舍财布施 或修桥铺路 或施语妙语 或兴建大力 或祭贫救难等等 是在修大功德大福报 人们多以功德无量 在许之 然而果真如此吗 福德和功德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带着疑问 恭敬聆听今天的答疑解惑 什么是福德 福德的德 跟得到的德 意思完全相同 福德就是得到福报 福德可以跟大家共用 比如 我们的吃穿用柱 可以不失于人 那么 什么是功德 功德就是 我们得到所修的这些功 这是不能转让的 功是修音 德是果报 有真正的修功 才有真实的果德 功德是我们内在的功夫 是要自己修的 谁都不能帮助谁 所谓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如何区分福德与功德 功德一定是三轮体空 它帮助我们增长定会的功夫 与我们的定会毫不相干的 统统属于福德 真正的功德 是帮助我们的真诚心 清静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有所增长 对这五种心 没有帮助的 一切好事 都属于福德 功德可以帮助我们 了生死出三界 帮助我们断烦恼 如果我们做的事情 能帮助去除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功德 如果妄想 分别 执着 还继续增长 就是福德 具体一点 持戒有功 得定是德 因戒而得定 持戒如果不能得定 那么戒是福德 不是功德 怎样持戒才是功德 六祖慧能大师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因戒能得定 持戒就是功德 如果戒律持得再好 看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心不清净 那么这个戒是福德 而不是功德 修定有功 开会是德 智慧从哪里来的 智慧是从戒定来的 不持戒 不修定 不会有智慧 看得再多 听得再多 那叫 视智变聪 不是真实智慧 所以 功德 是与戒定会相应的 佛经养 火烧功德林 火 是发脾气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心里不高兴 一发脾气 功德 就失掉了 所以 功德很不容易修集 也容易失掉 福德容易修 福德不会失掉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将讨论如何建立真正如法的修学道场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论 愿的智慧 愿的智慧 证明了 不愿罪障 喜笑愁 时时长心 菩萨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